因为它没有在动作中行进的变化,它是一个定时动作。 所以,气功和太极的区别在什么? 其实气功和太极是相通的,它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? 但是,气功是强迫地打通任朵尔拜,太极是慢慢地通过渗透去打通任朵尔拜,它俩的区别是这样的。 但是,这两种其实渊源是相通的,统称为太极也可以叫做气功,但是只是把它加一个叫活气功而已。 所以,练气功的时候,练气功的人需要静,它需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,不需要严重打扰,因为它是强迫地去打通任朵尔拜。 这样呢,如果不找安静的地方呢,它会容易走火入魔。 突然有一个外面的声音出现,思想分散。 所谓的走火入魔,就好像人体差气的道理是一样的。 因为太极呢,太极为什么是一个活气功呢? 它是通过自己的练习,慢慢掌握内心的存在。 像那个水一样,慢慢地通过渗透而达到精弱场坤。 它是这么一个过程。 那么,这个战装,我刚才说了,它是最好检验身体是否标的那种方式。 那么今天我讲松,先从战装开始,马步和圆装开始。 完了,我会再讲一个螺旋禅师呢。 螺旋禅师,我就从那个城市派人家老家金刚倒背给大家去。 好吗?大家现在把手机放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王军 戰艺